瑞典和芬兰的北约申请将在下周的马德里峰会上讨论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23日表示 我们将解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历史性申请 确保所有盟国的安全利益得到解决 同时在他们加入进程中取得进展 芬兰和瑞典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申请加入北约 但遭到土耳其的反对 土耳其对他所说的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支持 库尔德武装分子和对安卡拉的武器禁运感到愤怒 土耳其高级官员本周早些时候 在布鲁塞尔与瑞典、芬兰和北约的高级代表会谈后 对记者说北约峰会不是最后期限 北约领导人将于6月29日至30日在马德里召开会议 任何北约成员资格都需要获得该联盟所有30个成员的批准 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已有70多年的历史 约有北约第二大军队 北约第二大军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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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约第二大军队